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究竟這個世界是否有上帝的存在 是否有最後的真理 最後的真神的存在呢 先看看中國古代 都問這些問題 起屈原的天文篇 開始就說 誰古知初 誰傳道知 上下未形 何由巧知 冥昭夢暗 垂魂激之 奉逸為著 何以色之霖 明白為甚麼 我下方也譯了給你聽 即是最遠古的開始的時候 誰將開始的事告訴我們 這個宇宙是怎樣開始的 誰看到當時發生的事告訴我們 上下未形 天地未形成 我們是怎樣去考究它的根源 它說明超夢暗 明就是黑暗 超就是光 夢就是黑暗 即是混沌 夢那個字 跟我們發夢的夢的意思差不多 就是在一個好夢回 一切不清楚 又好像有小小光 明暗不分 那種的混沌 即是上帝創的天地地上 空虛混沌 那個意思 這個混沌 誰能夠找到它的終極根源的極 極字即是找到它的終極的原因 逢逢逸為象 逢逢這個詞 在古書裏面 就像迷迷茫茫 那時候那種現象 何以色點 怎樣形式 即是由蒙媒 蒙媒到清楚 混沌到清楚 然後明明暗暗 即是開始有太陽有月亮 為是何為呢 即是白天的光夜晚黑 究竟何時才會做出來 哪個時候開始 陰陽三合 即是說陰和陽 中國古時為三次結合 來到產生宇宙 究竟是根據什麼來演化出來的呢 橫則九重 橫則是認為天 是好像一個大球一樣包著地球 有九重的天 當時認爲 屬營導師 這個天誰去做呢 為之何功 屬初作之 這個這麼偉大的工程 誰開始將它建築呢 偉大的屈願 在天文篇呢 問了很多很多的問題 其實宇宙人生 原本就是一個高深的好秘 我們出生就看到一個 一個好學無際的語則 都很驚嘆 所以我小時候看過天 看見那個深邃的星空 看見夕陽西下的那種撞毀 其實都是很震撼的 其實當時我已經在想了 如果這一切沒有之前 究竟是怎樣的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哲學問題 就是為何有一切的存在 為何會有我在 為何有沒有見到世界在 而不是一無所有 因為世界可以根本是無的 不是 甚麼都沒有 沒有我在就不會問這些問題 為何有我在 又有這麼多東西讓我看到 所以為何會有有 不是沒有 這就是形而上學 在西方哲學裡面 很重要的問題 Why are there something grather than nothing 就是為何不是沒有 是有東西 一切從何而來 如何開始 為何又這麼有秩序 使得一切有規律 我們人的認知很有限 因為我們有時間的限制 我們的空間有受限制 我們觀察不到整個宇宙 不要說宇宙 全地球我們都看不完 我們的時間很短 自古哲學和科學的理性貪桑 又沒有絕對的答案 他只能夠作一些合理的推論 即是推測 可能是這樣 就比較合乎理性了 人對宇宙人生的迷呢 是最後我們理性不能夠 很絕對的知道了 我們很多時候都是要靠信念去相信 宇宙大概整體是怎樣的 很多東西我們都是憑相信的 沒有辦法絕對去知道 包括我娶我老婆的時候 我怎知道我太太會愛我呢 沒有邏輯的根據 也沒有實驗的根據 說太太一定愛我的 但是我可以問他 你愛我嗎 我想有一個哲學的命題回答 是或否 這個叫做命題 Position 但是我太太說 我不告訴你 即是沒有一個命題的答案 他不是愛我的 我娶他的時候 怎知道他愛我 我知識理性貪桑 絕對知道 不過我相信他愛我 這樣才娶他 他愛我不是為了我愛有甚麼東西 不是因為我有錢 我有權 我有地位 當時甚麼都沒有 到現在都是 都沒有 那麼他愛愛甚麼呢 又不是英俊 我問他甚麼 我也不知道他愛愛甚麼 原來愛就是愛 你不英俊他也愛 這個就是 我愛我 即是相信他是愛我 這是一個信念 人很多事情我愛我 絕對知道特別 有關明天的事 這個很簡單 人是對未來有期望的新聞 即是人是會想到未來的 但是想到未來的時候 未來就沒得證明了 這就是我們時間的限制 我們觀察太陽 由冬眠升起 觀察了一億次也好 你不保證明天 太陽一定冬眠升起 因為你要相信有這個規律才行 是否有規律 或者剛好一億次都是冬眠升起 下一次不跟這個規律 又根本沒有規律 我不知道 不過我相信有這個規律 因為明天的事我無法知道 但是人又會想到有明天 有期望 人會知道有明天 但明天我無法證明 所以很多時候人是有憂慮 因為我不知道明天會怎樣 但是我雖然不知道明天會怎樣 我相信明天是可以怎樣 因為我相信宇宙是怎樣 我今天做決定的時候 是受我今天的訓練影響 就是明天會怎樣 因為我相信宇宙是怎樣 我真是怎樣 我這個訓練拜日我 在明天做什麼的決定 然後下一步我開始探討 先從中國文化的角度去探討上帝的問題 之後先從西方和科學的角度去看 中國的儒家可以說是中國正統的先上 而儒家的文化是由人去思考宇宙的傲秘 即是說你怎樣去了解宇宙 即是中文所謂天 中國不是由客觀觀察 即是科學做實驗的角度去了解 他是通過了解人 即是反省自己去了解宇宙的真理 孔子他開始活動的時候 現在做戲就是周仁發做那個 當時是春秋時代 米樂文化的秩序崩潰 天下大亂 他反省 其實當時他最初就到處去周遊列國希望 即是世界恢復原本周朝那種秩序 因為一個文化的秩序 是很和諧很美好 但是這個所謂禮樂文化已經崩潰了 這種文化所代表的精神 例如和諧等等 人要人尊敬 已經沒有了 那我的價值在哪裏呢 孔子就發現禮樂所說的做人道理 雖然客觀的文化沒有了 但起碼我發現人都可以堅持自己繼續做好的 人可以堅持自己有人格 人人衰我可以不衰的 人人醜惡我可以不醜惡 當我堅持的時候 為甚麼 因為我堅持做一個能夠自己有自己決定的人 我做一個有人格的人 我尊敬自己 所以孔子的時候他基本發現人是可以尊敬自己 不去做一些違背人格的事實 所以孔子很強調如何做一個人 所以子路問成人 成人 其實英文就是How to humanize yourself 如何讓你像一個人 孔子說 見你思義 你那時候想想正義 堅毅壽命 見到危險的時候 但我要堅持正義 忠實犧牲 久要不忘平身之 不要忘記你所堅持的原本 你所說過的價值 這就叫做成為一個人 成人的成字是蕩詞的意思 好了 那怎樣做一個像樣的人 楊孔子就很堅持一件事 就是他提出人義的那個人字 甚麼叫做人義的人 他說管仲 他說管仲人也 即是人類的人 接著他說如其人 是人義的人 他即是說管仲是一個真正像樣的人 而一個像樣的人就是人義的那個字 那個意思 即是人義的那個人 那個意思 所以萬子龍中庸都說人者人也 即是說是一個慈人的人 人義的意思是這樣 而鄭元解中庸的人字 就說雙人柔 他的意思是當人與人有關係的時候 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你可以有親愛的關係 有彼此的感通 這個都是仁義的那個人的意思 那怎樣了解這個仁義的人 那載我問當時有三年之喪 那孔子的回答 就是載我說三年之喪 守喪三年 即是父母死了 太長了 那孔子華就問 其實你出生頭三年都是媽媽 你爸爸養育你的 你要完全靠他的 那如果他死了 你還給他三年 是很應該的 如果你不敢做 你安不安心 於與安府 你是不是安心呢 他說安 我安心 有甚麼重要 他死了 然後孔子就與安則為之 你喜歡就做 你覺得安心做 原來仁義的仁字 是一種安心 即是說你覺得不安 有時你做些事 你覺得是不對的時候 你會覺得不安 原來仁義的仁不是定死了 甚麼是對 甚麼是錯 不是教條 而是你的良知告訴他 有些事是不對的時候 你會不安的 那 仲公問人 甚麼是人 孔子就說 出門如見大奔 使萬如城大祭 即是走出去 都要令自己 又合乎禮 又最重要的一句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他說我不想人這樣對我的時候 我就不敢對人 這就是人的道理 能夠做到無冤 這就是人的道理 另外 婦人者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 做好自己 幫助別人也做好 這就是仁義 接著他又說 愛人 即是人者愛人 是愛 其實這等等 很簡單的一句話 就叫感通 孔子對人性的善 就是指人與人之間 能夠感通 你能夠想到他人的需要 又幫助到他人 這就是人的意思 到萬子說得更清楚 甚麼是仁義 你見到他人痛苦的時候 你覺得不安樂 這就叫人 就是不忍人之心 即是四川大地震 大家都覺得很不安樂 想白馬梯 看有沒有甚麼我可以幫助他 而他說 如果你看見那個小孩 跌跌碰碰地走 今天有人炸劍 原子章入於井 走一會就快跌到井 你以為他第一個心 馬上去救他 不過現在我們沒有井 很難明白 但是如果在馬路 看見那個小孩 走一走 想走出馬路 有個車來 你會馬上去救他 這個就是突然之間 那個叫術剔測癮之心 你突然心裡有一種震撼 震撼就是看到別人痛苦 你很想幫他 你想解決他的問題 你這個心出來的時候 不是經過利益考慮的 不是因為那個小孩 你先檢查一下 是李嘉誠的書 我救了他 你沒有這麼想的 你沒有說 我現在救人 演一下 旁邊這麼多人看著我 看我救了小孩 只有幾位大 又不是怕別人罵自己 烏其聲儀 怕別人罵自己 其實我們突然想去救人的時候 心自然流露 是沒有想過利益關係的 他這個就是人之所以成為人的地方 因為人有善意 測癮之心悟 人之端爻 人意的開始 人的開始就是這裡 跟著他說 其實這些東西是人的本性 人意禮智 這些基本的善在人心裡 就是人追求正義 人追求人之間磨懈的關係 人追求知識 這些都是 知道什麼叫事 什麼叫非 這些不是外面給到我的 非有外力外有 我故有之下 我原本有 忽思而不 我不想而已 所以說人和禽獸分別在哪裡 就是因為人有這些心 你很難想想那隻狗 突然就述剔刃刃之心 狗對你很有禮 向你鞠躬 狗不會自覺地做 但是人不會 其實禮是一種感通的關係 是一種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人與人之間的一種 互相感通的關係 但是這個人 人性的善是普遍的 萬字畫 但是這個人性的善是哪裏來的 由天那裏來的 所以萬字畫 你知道人的性 人的心性 你就知道天是什麼 盡其心者知其性 知其性則知天 你能夠了解你人性有個善 你即是在了解宇宙 這就是儒家的道理 中文化的中文化 心就是說 了解人自己就可以了解宇宙 宇宙的真理 就在人性的善流露出來 即是宇宙是一個善良的宇宙 人愛的宇宙 而這個人愛的宇宙 如果它是人愛的 它會有主動性 所以天將降夫做為穆鐸 穆鐸即是做老師 就算敲一個 叫人上課 上天已經降下 孔子黎是教育人類的 即是上天有意志 那 但上天沒有說話 孔子說天何願災 上天沒有啟示 沒有特殊啟示 沒有說話 但是 上天知道人 所以說不怨天不由人 下學而舌立 知我者是天父 即是了解我 天是了解我的 我一生的奮鬥 雖然不成功 但是上帝了解我 最高的那個了解我 還有孔子是祈禱的 弟子問他有沒有祈禱這件事 有沒有人向神靈祈禱 幽知土九業 我祈禱了很久了 所以當時微信教教我已經祈禱 用孔子也祈禱 我就學他 然後孔子也說天章岸大任於私人也 即是說上天是將那些偉大的責任給你 先虎其身至勞其根骨 惡其體股空佛其身行忽亂其所謂 雖動心忍 聖真其所謂 就是你一定經常有很多苦難 上天給你大責 你就苦難了 就是給你責任 所以我以前凡是遇著艱難困苦 就跟人說天章岸大任於私人也 孔子也說過天章是沒有說話的 天不宜以行與時事之意 天章是沒有說話的 沒有特殊啟示 不過他會對世間有指示的 例如遙遙信這些偉大的聲音 上天喜歡他的 所以上天用行事顯示他的意志 他不用跟你說話的 即是如今講的天沒有特殊啟示 不過他善良的根源 他是有遺格的 即是有personality 有性情的 宗榮很清楚說天命之為聖 人性是由天那裡來的 如果我們這樣推論 就可以推下去了 如果人性的善由天那裡來 人的確是很期待 但人是有善的 所以人才能夠彼此共同生存 如果人只是罪惡 互相殺戮了 有時我們都可以彼此生存 就是因為我們還有些善意 這個善是你的真的性情流露出來 所以說乃若其情不則可以為善 這個萬知說 那個若字即是流露 順著這個意思 即是順著你的情 你的情流露出來就是善 那你很明顯 善是有性情的 那天有沒有性情 即是天有沒有personality 從中國文化的明顯 天是有personality 上天是有遺格 所以孔子華都知道我就是天父 上天了解我 接著再進一步 鍾容又說到天是創造星 知成無色的成就是他講的天 是真實的成的意思 天有一種真實無妄的本性 他不停止創生宇宙 所以天是創造星 於是由中國的哲學 我們可以推論 宇宙的本體是一個有性情的真理 所以它超越了現實世界 因為一有性情你就不會全知了它 為甚麼呢 很簡單 我的性情是怎樣 你不會全知我 因為我的內心世界 你會全知不完 因為我有性情 如果我沒有性情 你很快就全知了 即是一個石頭 你研究完 就知道它是怎樣 但石頭會這樣的話 你就不會全知了它 因為它有很多事情你還未知 這個叫超越性 很簡單 當你跟太太相處 發覺太太有很多事情你都不明白 因為它有她的想法 為甚麼她會生氣 女朋友那時候會生氣 結婚就沒有那麼多生氣 因為已經化了 但是呢 如果結婚也不化 就更生氣 這樣就有很多衝突 之後 不要太生氣 但是 我經常想一下 究竟它是怎樣想的 要很多年才明白 它是怎樣想的 我也是結婚幾十年才明白 原來 女人是需要男人去欣賞一下 又要讚一下 又要親一下 我幾十年才明白 真是傻 早點會這樣做 老婆也挺開心 很多年才明白 因為它對於我是傲備 它的性情是超越了我純粹觀察所知 在很長時間去知 所以一個超越性 就是假如真理具有personality 具有遺格 具有性 它具有超越性 而這個天是超越的 但它也是有創造性 根據中國文化說 是一個超越的造物柱 從這個角度說 所以中國的聖人 其實是知道 有一個超越的 有聖情的造物柱的存在 那麼邏輯上 這個造物柱 是可以有啟示的 不過中國文化裡面說 它沒有特殊啟示 但可能它在別處有啟示 原來中國古代有敬天的文化 在甲骨文上 我們也看到 上帝的帝字 也出現過很多次 帝字的意思 在甲骨文上 因為它是象形文字 這個帝字的意思 根據葉玉生 名義是兩個 或者是不夠 那個象形 就是一個壇 壇上面放柴 在燒 原來是 帝字 因為上帝沒有形象 所以你無法 將它的樣子抹出來 成為一個文字 而是將祭壇抹出來 很明顯上帝是沒有形象 而是超越一切 但是他是人的處在 而且是宇宙的處在 人制止上帝是用一個祭壇 就是中國所謂的天壇 然後放柴子在上面 燒一隻牛來制止上帝 講到上帝 原來中國自古也講過 我當以為上帝的字是基督教講的 原來不是 當時宣教士來到中國深入研究中國古書 就發現上帝這個字 我到高中才明白 高中三時 即是中六 買一本書經才知道原來中國古人是信上帝 上帝的字是書經有 詩經亦有 在周朝講到上帝 詩經王爾編講 黃依上帝 臨下有客 甘般四方 求聞之莫 這四句是基督教記住也好 因為人家說 上帝都是洋教來的 我們中文信佛的 我會問他 佛經是否中文寫的 印度人寫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是在中國古時的十三經最重要的經典 就是詩書亦禮春秋 禮有三禮 周禮移禮禮禁 春秋有三傳 左傳 谷林傳 宮羊傳 加起來叫做九經 我們小時候讀到九經 又跑九 又馬經又九經 其實九本經 而九本經再加四本 就是論語 萬子 耳雅 孝經 十三經 十三經裡有沒有佛字 有沒有菩薩字 全部沒有 但是上帝 天 皇天上帝的字很多 詩經裡面很清楚 他說上帝是怎樣 皇以上帝 皇是最高的 最高的上帝 臨下有刻 他從天上看下來 有顯赫的光明 他從天上看下來 有顯赫的光明 監觀四方 他監視觀察四方的世界 求民之幕 他追求的是人民的幸福 那個幕就是幸福的意思 這個上帝是有顯赫的光明 他自高無常 他看到世間的需要 他還追求人民的幸福 這個上帝和教教廣上帝都很相似 另外 他創造了秩序 天生精文 即是上天創造 眾文的精子 就是眾 天生 眾文 有物有則 他創造人文 亦創造販物 萬物有事物 亦有規則 民之並義 人是秉持著這種規則 這種好的規則的意思 好事以得 就很喜歡這種美德的意義 這是《書經》所說的 《書經》中引述一段 天罪有典 天跌有禮 上天安排了基本禮樂的秩序 天命有得 上天是將使命交給有道德的人 天土有罪 上天是懲罰那些犯罪的君王 這些等等的法國 都有不少學者做過研究 特別 都不是基督教學者 而是好像梁啟超 他們都研究了 中文上的上帝 是跟聖經講的上帝很接近的 更奇怪的是 聖經講的祭天的儀式 跟中國是很接近的 聖經講的繁祭等等 燒一隻牛或藥 在祭坦中國是完全一樣的 為甚麼呢 有很多推測 有可能就是人類有個共同的文化根源 如果聖經講的就是 羅雅在洪水之後 開始燒一隻動物來祭天 而這個儀式 中國是繼續下來 因為中國是一個最古老的文明 保持最古老文明的禮 其他幾個文明古國已經淹沒了歷史 現在中國是沒有斷過這個文化 所以中國文化很厲害 我們隨手拿二千年前 地下撿到一本古書出來 我們都會看 普通人都會看 不用學者 你也會看 除非你不會看中文字 如果你懂張文字 原來我們用的張文字是二千年前 你叫西人品本 五百年前的英文看 都看不明白 為甚麼呢 因為西文 西人的語言是拼音文字 古時的讀音和現在不同 但中國是表形的文字 形象和字形一樣 兩支面前 漢朝的書 寫的和今天的文字 基本上是一樣的 中國很厲害 我們保留古文明很長遠 從中國新聞說 我們可以這樣說 主流的儒家文化 主流的儒家文化 對宇宙人生的信念 是認為宇宙是以人愛為本體 在人性中仁義禮智的基本 而上古文化認為 這個人愛本體是叫天 或者叫黃天上帝 是有聖情的真理 創新的漫文 亦展現一個有道德美善的人民宇宙 中文相信宇宙是人愛為本 到現在 我們都是有這個很基本的信念 中文總是和諧好的 吃飯和和諧 要夾送給人 就是人愛的表現 最糟糕的時候 有個阿伯在我旁邊 他經常想夾送給我 我說死了 他夾之前 跟筷子夾得多 很髒 還算一算 但是他人愛的表現 是中國人 很特色的表現方式 我們說了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基本上 本質是相信一個有聖情的真理 人愛的宇宙 也是一個類似上帝的 一個最後真理 看看西方文化 西方和中國不同 西方是用理性去推考 宇宙的根源 阿里士多德 他主張宇宙的科學 知識之所以可 是因為有因果關係 有所謂的cosality 因果關係 因果有一個系列 因果有一個關係 一定要推出有一個第一因 作為萬物的基本原因 宇宙萬物在運動當中 他一定有一個開始推動萬物的第一動因 他提出這個名詞 後來當教教傳入西方 Thomas Aquinas 著名的大神學家 在十二世紀 他由此推論 宇宇宙有第一因 因此是應該由上帝去創造 這個所謂對上帝的論證 宇宙是有開始的 為甚麼呢 如何推論呢 如果宇宙是知識是可能的 有知識有科學 才要架設一切有因果的關係 才能夠有知識 而這個知識的原因 追查原因 原因是原因追來 事情都有原因 他自己不是自己的原因 他之前還有原因 但如果一直追下去 是無止境地追 那就全部都沒有原因 全部都是後果 如果宇宙無端端有一個後果的系列 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定是有一個開始的原因 讓一些後果會出現 所以不可以無窮追溯 如果宇宙有一個第一原因 他就一直追溯 我女兒叫我欣 總之原因是原因 一直追上 不可能是無止境追 因為如果這樣 即是無原因 之後後果就不通了 所以不能無止境追 只能夠有一個第一原因 才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宇宙有一個第一原因 他就一定是永恆到無限 因為他之前再沒有原因產生 如果他之前有原因 他就不是第一因 他一定要永恆無限 再沒有其他原因可以產生 他就是自己是自己的原因 即第一因是self cause 自己是自己的原因 他這個推論解答了很多人問的問題 即是說有上帝創造萬物 上帝是誰做的 好像很隨意 這個問題很隨意 未有邏輯思考 其實如果根據剛才這個推論 說邏輯推下去 是一定要有第一 如果沒有第一因 因果系列不能成立 全部變了後果 沒有原因 如果沒有因果系列 科學就不可能 知識就不可能 所以如果敢推論一定有第一因 但如果是第一因 他一定是以自己做自己的原因 所以上帝是誰做的 上帝是聖經說自有永有 即是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原因 他是永恆的 無限的 他再沒有東西創造 即是如果你說 誰做上帝 如果還有一個做上帝 我相信還有那個上帝 不是這個 那個才是上帝 他又追上去 又由頭追到下 又不停止 始終有一個開始 那個開始就是第一日 就是永恆無限 他才是上帝 因為上帝是永恆無限的 如果這樣推論 Thomas Aquinas 由此去問席 有上帝存在 他跟早期很多科學家都基本相信 宇宙有一個很奇特的規律 Thomas Aquinas說 這個規律是這麼複雜的 是應該有設計的 所以除了上帝是第一因 他又是一個設計者 在牛丁的年代 就有一個叫Perry 的哲學家 精神學家 他這樣說 他說 好像你在沙漠 撿起一塊石頭 咦 那塊石怎麼來的呢 那塊石呢 初初有一個火山 火山就爆了一塊石出來 掉了在這裏 風吹雨打 幾十年 幾百年 幾千年 就變成現在一塊石這樣 這樣也很足夠 用周圍環境解釋石頭的根源 於是丟下石繼續走 咦 地上看到一件事 閃閃亮的 撿來看看 嘩 正 是一隻錶 是一隻錶 那隻錶怎麼來呢 這隻錶可能 就是 最初有個火山 火山裏面有一些鐵礦 然後火山一爆發 融了一些鐵 飛了出來 掉下去 流入石頭的那些欄 那些欄剛剛的錶殼形 所以它凍了變成錶殼 附近了一些鐵 那些風沙吹一下磨一下 磨了幾千年 磨了幾三支針 就有很多齒輪 接著呢 下雨沖了 沖在一起 就變成錶 接著風吹來上鍊了 這樣解釋通不通呢 Perry就說 如果是這樣 即是不太通人 你不可以用自然環境來解釋 這隻錶 因為錶是一個很複雜的設計 其實呢 如果現在用電子錶 更加難解 不知如何火山製造電池 最後製造電池 也會有跳字 當時Perry這個觀點 牛登役是這類觀點 即宇宙是很複雜 而且一定由它起源 這種觀點呢 就是所謂 宇宙有開始的 宇宙觀 但是呢 後來轉變了 19世紀初 有一個叫The Place 就是當時 他送本書給拿破綠 是講天文學的 拿破綠一看 他說 咦 為何你沒有提上帝呢 因為以前那些 大科學家 每個人在科學創作的序 都是講上帝 都是歌頌上帝 好像牟敦說 上帝寫了兩本書 一本是聖經 一本是宇宙難物 所以他研究科學 在研究上帝的創造 但是為何拿破綠不提呢 拿破綠不提呢 拿破綠說 現在不需要再假設有上帝了 他說 萬有引力的定律 是可以解釋 行星的系統 可以偶然產生的 不需要上帝插手 其實當時 到十八世紀末 科學觀有一個重大的轉變 就是根據萬有引力的定律 大家就這樣想 如果萬有引力的定律 先看看宇宙有沒有中心點 如果宇宙有一個中心點 萬有引力的定律 就會吸收所有星人進去裡面 這樣我們不會存在嗎 但是現在宇宙是張開的 即是說這個宇宙是無限的 如果一個無限的物質宇宙 就抵消了萬有引力 所以由此推論 宇宙沒有中間點 所以物質宇宙是無限的 而且根據質量不美定律 它應該是永恆的 如果宇宙是永恆無限的 它有永恆的時間 撞一下撞一下 都會撞出很複雜的結構 如果它無此境地撞 總有機會撞出我們這麼複雜的世界 所以現在這個宇宙真正的根源 就是這個永恆無限的物質 和它的運動 由此推出所謂唯物論 由這個唯物論推出的就是無神論 即是說宇宙其實沒有上帝 永恆無限的物質 只要物質和它的規律根本沒有上帝 這個就叫做宇宙是無開始的理論 無始無終 這個十九世紀 根據萬有引力的推論 就開始成為科學的主流 認為宇宙是無開始的 無神論因此就成為主流 萬有只是在無窮的寺言當中 偶然集合而成 所有規律 所有奇妙 生命 都是撞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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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又進化出來 然後就產生進化論 這個理論使到十九世紀 就好像信宗教就是主觀的迷信 信科學就是無神論 所以說科學和無神論 即是無神是合乎科學的說法 是基十九世紀的科學 誰知道二十世紀一個重大的改變 原來當時這個哈佛 用最大的望遠鏡 這個Mount Wilson的望遠鏡 去望那些星 發覺所有星的光譜 都是向紅色那邊移過去的 那是甚麼意思 那是所有星都要高速到遠離地球 那是甚麼意思 即是宇宙是在膨脹中的 這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 最重大的一個科學發現 宇宙是在膨脹中的 它不是無限的 它是有邊 不過找不到一條界 有邊無界 它是有限的 在膨脹中的宇宙 所以抵消了萬有引力定律 就不是說物質是無限 而是因為它在膨脹中 所以抵消萬有引力定律 就解釋了那個問題 就由此又證明了 物質不是無限 其實當時愛因斯坦 剛剛為了滿足無限等的要求 寫了一些文章說 宇宙是靜態的 但是根據相對論推論 宇宙應該動態 於是它作了一些所謂宇宙的常數 Constant這個觀念出來 去解釋 要有個常數抵消了宇宙的運動 誰知道剛剛解釋了宇宙的靜態 接著哈佈重大的發言 就推翻了愛因斯坦當時的說法 湘安斯坦說一生最壞 這次 每次都很威風 這次都很壞 就被哈佈推翻了 後來他去到美國看大望遠鏡 他老婆很有感觸 但是他老婆說 哈佈你真是用這麼好的機械去研究語集 我老公沒什麼用 我只是找張紙 他不用看 找張紙想著想著寫 E等於MC Square 令到愛因斯坦頗為尷尬 好 自從發現宇宙是膨脹 1931年 比利時的神父 又是著名天文學家 納梅特 他就提出 宇宙可能是由一個大爆炸開始的 當他說宇宙大爆炸開始 他就是說宇宙是有開始的 由無變成有的 因此引起很多爭論 因為當時無神論是佔多數 他說這個納梅特 他是神父 當然是有宇宙起源 因為他信有上帝 他假設有上帝 他說應該是宇宙沒有起源 人們就笑他這個理論 當時不是叫大爆炸理論 誰知道人們笑他 這個叫做Big Bang Theory 即是爆炸出來的 怎麼會呢 怎麼會無端端開始呢 這個大爆炸理論 一提出的時候 他的解釋就是這樣 好像我們去看一個煙花 煙花爆的 有時我們剛剛聽電話 沒有時間看 一爆炸看 你看看看 剛爆炸了一半 一路 擴張 你看不到開頭怎麼爆炸 他的解釋就是 現在觀察宇宇宙好像煙花爆一半 有些東西在擴張 但如果這樣推論 他應該有個開始爆炸出來 那 是的 他的推論就是 宇宙應該開始 但如果宇宙真的有個開始 科學家應該猜 會有一種射線會留下來 那個叫做Cosmic Step-1 Radiation 結果 有個科學家 叫Pensier 和Wilson 他們兩個不是大科學家 他們就是科學畢業之後 讀完PhD 就找工作 去電話公司做 誰知道電話公司擁有最好的儀器 那些大的雷達 去吸引到那種純色 誰知道吸引到宇宙的射線 他們觀察 即是發覺電話公司那些東西 竟然吸引到有些叫做 Radiation 他說 這不是科學家在找的東西 就是宇宙有起源 有些這樣的射線 結果 哇 現在的先進科技 因為電話公司有錢 科學家做的那些就沒有錢 即是預算不夠 雷達不漂亮 電話公司的鏡 吸引到 這個就是科學家 他馬上寫論文 一出論文就拿諾貝爾獎 因為他證明了宇宙有起源 宇宙有起源 宇宙有起源 留下的射線 找到了 好了 宇宙有起源 無神論者就最無忍了 那是不是因此有神呢 這是很有趣的推論 科學家就開始想 宇宙如果由現在的資料 一直推測 宇宙是怎樣開始的呢 一直追 宇宙就開始追到 10的負36次方的廟 明明這句話 10之後有36個0分之1秒 嘩 那個廟很小 36個0分之1秒 嘩 這麼小的那一秒 那時候追到那一秒 自然規律就不可能存在了 那個叫本諾哈時間 沒有自然規律 那宇宙就不可能自然開始了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無神論者 一切是自然開始的 但是追到最開始的時候 是自然規律都不存在 那時候宇宙壓縮得很小 科學到這裏就完結不得說 再追多幾分之1秒 即10的負43次方 即10之後43個0分之1秒 再追早一點 就是宇宙開始的時候 大概10的負44次方的秒 是宇宙開始的 為什麼會有物質又有規律呢 物理規律就是很小的那一秒 那一秒鐘的時候 10的負43次方到10的負43次方到10的負44次方 那一秒 你記得它就很威風了 告訴人 那個小的那一秒 所有自然規律都放進去 那開始 生命已經計好數據的存在 哇 真是難了解 於是著名的霍金出來 霍金就是霍國采倫以上的肌肉萎縮症 所以他經常縮縮 所以他那麼出名 就是他的肌肉萎縮 原來還有一個很厲害的科學家 叫Roger Penrose和他一起寫書 寫文章 但有些他正常就沒有人訪問他 每個人訪問他 採倫以上的霍金 其實找他講更簡單 他不用按機器 霍金這樣打個字 才按機器說話 又是說他講那些不知什麼國口音 好像美國口音 英國人 那些英文是一個機器說的 找Penrose說的一樣 不過每個人不找Penrose 找霍金 他們當時的研究就指出 宇宙最開始的時候 就是一個叫奇點 奇點有無限的密度 無限的時空 一切事物距離等於零 即是說是不可能的 這個情況 但Roger Penrose 承認有上帝 你知道嗎 因為他說 數學的奇妙證明是有上帝存在 這個我不講 但以後才有機會講 最開始 宇宙是一個黑洞 黑洞 那裡的引力強到不得了 那些空間屈曲到等於無限 這句話是沒有人明白的 如果沒有受過科學訓練 就不會明白 受了也未必明白 如果你倒點飯也未明白 但舉個例子很簡單 好像這幅圖的蚊香 蚊香一直卷進去 因為越卷越細 越到細的時候 曲率就越大 蚊香又很厚 你很難了解 如果它的蚊香是一條鐵線 一直卷卷卷卷卷卷 卷到最後 它的曲率是大到無限 是不可能的 蚊香不會到中間那一點是無限的 現實上不可能有的 這個叫奇點 但數學推測是 要有這樣的奇點 慢慢才能開始 所以很難解釋 奇點是矛盾的 是不可能的 無限大 又無限小 曲率的無限大 但它小到沒有 等於零 時空等於零 物理學規律不能夠起 那裡存在 所以宇宙開始的時候 是非科學的 那它怎麼會開始到呢 即是上帝創造 所以他們這個叫V型的宇宙 即是那個奇點 V字最後的點 是不可能的 所以那些人說 上帝去做 那時候 我六十年代 剛才發現這件事 那時候我中學生 我看科學書 已經由科學家 開始重新肯定 是會有上帝存在 所以 那些人提出 可能有上帝創宇宙 這次科學家 又重新肯定 可以上帝 著名的Rat Yassau 即是那個 哈布之後 處理過大網遠鏡 那個大科學家 他都說 科學說到尾 原來沒得解釋的時候 只是用神學去解釋 所以他寫一本書 叫God and the Astronomer 他就說 科學家 就好像攀登 去一個高山 叫無知 去征服這個高山 上到頂 原來是個惡夢 因為上到去 原來已經有人坐在山頂 他問 不是我們征服這個山嗎 你們是甚麼人 他說 我們是神學家 一早就坐在那 你現在才倒 這個就是 當時科學的觀點 可以說到 可能有上帝 不過這個上帝 就叫做 God of the Gap 即是你解不通的時候 就跟上帝解釋 這個原則上 就不是宗教的上帝 只是哲學上講的上帝 但是霍金 就不太想這樣 要由上帝來解釋 於是他提出 另外一個情況 他就說 其實在那個時期 即是宇宙最開始的時候 會有一種叫 Imaginary Time 叫虛的時間 這個虛時間 不解釋給你聽 因為很難明白 但是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數學 有些叫虛數 就是-4和4的開方根是16 這個是實數 但是-16的開方根是什麼 就是4 -16的開方根是4 這個叫虛數 明不明就明 不明就不明 我經常說得很深很深的 又說得很淺很淺 特別是蚊香 我解釋 心到飛起的 你聽了明已經很淺很淺 聽不明是極之正常 不明才是最高的 如果研究佛學 就不明才是高的 那些我遲些才說 佛學的事情 他說這個虛時間 就是在宇宙最小的時期 時間就壓縮成為空間 所以就沒有過去或未來 這個叫虛的時間 或者想像的時間 所以宇宙到那個階段 就是無需再說起源問題 那時候是一種很複雜的量子態 就是U字形 它不是V字形 有U字形 就不需要有一點叫奇點 要由上代去創造 U字形那時候是一種 通過想像時間所解釋的 時空界限消失的 一種不可知的情況 而在這種情況 那種折曲 成為一個封閉的平面 是沒有界限的 那就無需說起點 由於沒有界限 就無需說起點 就好像宇宙的開始和結尾 就好像O字形 沒有起點沒有終點 沒有邊界 就是沒有界 但是有邊 有邊就是有範圍的 但是它找到界邊 因為它是圓的 你找到界 所以無需說起點 上帝創造 這一點你明白嗎 明不明白就無所謂的 幫我成大解解 霍金為什麼引起這麼大的爭論呢 就是因為它說 如果這樣就不用說上帝了 它說句說話很有名 沒有位置留給造物主 通過它這個解釋之後 就是不用再給個位置 叫God of the Gat去解釋 好了 那霍金題也要說 有很多人想引用霍金 來反對有上帝 但是霍金又不是說沒有上帝 一會兒我再說 著名的物理學家 叫Harry Shaver 他有五次提名獲背獎 每次獲不到 但是他已經很厲害 你們有沒有機會提名過 不是和平獎 和平獎 每個人都可以提名 提名牧師都可以 他做很多和平的事情 但是你說 諾貝爾的物理學 和化學這些獲得很難 他五次提名 拿過最高的獎章 四次大獎 就是說是一個大科家 但是他是虔誠基督徒 他說霍金的說法 其實有很多問題 就是他是 only of marginal scientific interest 其實霍金不是科學 只是靠古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 這是沒有經驗之詞 純粹是數學想出來的理量 第二這個理論 沒有得檢證 又沒有得否證 又不可以做預測 第三這個理論 不可能引申 有意義的研究計劃 科學當然是能夠引出未來的research 但是他這個沒有 所以這個Shafer 他就說 霍金其實這個是純粹 幻想出來的說法 是只有數學上的一個建構 其實是沒有科學的意義 因為他既不能檢證 又不能預測 又不能指示未來的研究計劃 剛才他說的這幾個都是所謂 科學哲學裡面 什麼叫科學呢 科學就是能夠檢證 或者否證 又或者可以做未來的研究計劃 是這樣的 好了 所以嚴格來說 霍金不是在討論科學 他是在討論哲學和神學 但是他嘗試 在這個宇宙起源的問題上 提出一個 是排除做物主的觀點 是這樣 就是不用由上帝解釋到 宇宙起源 他最主要就是這樣 霍金在2010年出版新書 大設計 The Grand Design 就用M理論 來統一所謂完善的理論 完善理論 就是指宇宙最基本的事物 是一些線 而不是一些粒子 他把當時幾派的完善理論 用M理論來統一 提出一個叫做多宇宙量 認為如果有很多宇宙並存 每一個都亂撞 還有一個可能撞出我們這個 這麼精密的宇宙 因此他說 不需要做物主 都可以解釋得到 因為只要多宇宙存在就可以了 但是他這個說法 首先是被他的前輩大師 Roger Penrose 批判 大家還記得 Penrose 就是跟霍金 一起寫論文 霍金也是跟著Penrose出來 以至他可以成名 Penrose 他指出 M理論 根本還未成為一個理論 當然還有一些很出名的學者 例如牛津大學 這個科學哲學的院士 叫Lennos 他提出 他說 霍金有很多的混額 他對上帝的概念 有些搞亂 他將上帝等同 是間距的上帝 就是說 解不通的時候 就向上帝解釋 還有他在哲學上 他根本都不太懂哲學 但是他又說 現在他說的宇宙論 就是 基本上是一種哲學 不是科學 但是他又說哲學死了 所以 其實他也是通過很多的 原想 來建立他的觀點 至於多宇宙理論 基本上是一個科學上 無法觀察 無法肯定 的一個原想出來的說法 所以基本上 都只是一個形而上學 而不是科學 但是究竟霍金 是不是否定上帝 他只是否定做物主 但是他其實沒有否定上帝 所以當他出了大設計這本書 在2010年CNN訪問裡面 霍金就說 其實可能是有上帝存在的 不過科學可以解釋宇宙 而不需要做物主 即是說 他只是認為不需要做物主 去解釋宇宙起源 他不是否定有上帝 這個就是霍金的立場 他不是認為沒有上帝存在的 然後他說一句很重要的說話 如果大家聽到別人說 Steven Hawken 霍金都說沒有上帝 他說不是 霍金說了這句 But you still have the pressure Why does the universe border to exist 你還有一個問題 為何會有這一切 這個就是 Why are there something greater than nothing 為何不是沒有東西 為何會有宇宙的存在 If you like You can divide God to be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如果你歡喜 其實你就可以解釋 上帝 就是一切能夠存在的答案 原來霍金都認為有上帝 不過他就說 上帝是無需用時間的起源去解釋上帝 因為他說的虛時間 就沒有時間的起源 但是他上帝不是時間上起源 他還是萬物的本體 是世界的根源 所以他說的上帝是一個本體論的上帝 而不是一個宇宙時間起源的上帝 霍金有一個很親密的學生 叫博士後的學生 這是加拿大教授 叫Don Page 他寫一些文章 在《Hotkins Timely Story》裡面說 霍金是沒有拿走上帝的觀念 因為基督教的上帝是創始成終的上帝 不只是起源上講的自然神 或者間距的 即是國立的上帝 他是一個本體論的上帝 無論宇宙有開始或者沒有開始 都是上帝創造的 他舉個例子 我是一個藝術家 我在畫質上畫一條線 那條線就有開始有完結 但如果我畫一條圈 那條圈都是我畫的 那條圈就沒有開始沒有完結 因為找不到時間起點 用虛時間解釋沒有時間起點 但是那條圈也是 如果我畫圈起張指標 都是我畫上去的 那條圈也是上帝創造 學O字形的宇宙都是上帝創造 所以Don Page說 其實霍金也是有上帝 他說他認識他 所以霍金經常都會看上帝這個名詞 所以他不是一個紀錄圖 但是他知道有上帝 那他有說過 霍金就說 上帝可能就是 這個物理規律的具體表現 The embodiment of the laws of physics 他覺得宇宙最奇妙就是有物理規律 所以他起本書 《 Brief History of Time》裡面都講過 就是說這個宇宙是誰把那些方程式打火 就是誰創造一些規律 而將它推動的呢 如果有人明白這些所有的奧秘 就是理性的最後勝利 因為可以知道The Mind of God 他的本書最後就是上帝的心靈 我們可以知道上帝的心靈 當然我們明白這些奧秘 哇 他又說The Mind of God 然後另外一個大科學家 Paul Davies 他立刻1992年寫一本書 用霍金的句話寫一本書 The Mind of God Science and the Search for the Ultimate Meaning 裡面呢 他就指出 他說其實說宇宙的規律 因為霍金認為從規律那裡趕上帝 他的規律真的很奇怪 我們科學佬 整天在探索宇宙的規律 就好像在玩一個填字遊戲 你玩一個填字遊戲 根據這些蛛絲馬跡 這裡填這個字 那裡填那個字 但現在又可以貼在 科學家就是在這裡找到規律 那規律貼著貼著 貼著整個圖畫出來 我們科學家 不過發現這些規律 他好像發現那些填字遊戲 裡面的東西 最後發現有整個blueprint 有個藍圖 所以他寫一本書 《cosmics blue printer》 他就有個藍圖 都算好了 我們科學家這裡找一個 整個又連得起來 成為一個大的藍圖 所以他說 宇宙的物理規律 好像一個攪拌機 宇宙開始的時候 是一片運動 因為沒有物質 就是In the initial conditions 最開始的時候 那一大堆不知什麼 一擺入第一秒鐘 那種的宇宙規律 好像一個攪拌機 一進去 轉移 變成有組織的複雜性 organized complexity 變成很複雜的宇宙 世界真是奇妙 好像一個攪拌機 你放一些蘿蔔 蕃茄 西瓜 放進去 一攪拌機 攪拌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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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複雜的 計好宇宙 所以他寫了一本書 他研究了上帝存在很多年 用科學 他一直沒有絕對答案 最後你問我有沒有上帝 他說其實信不信上帝是一個 taste的問題 沒有 taste 沒有品味 不會絕對證明 不過根據我的 taste 我計算數 最後我都把我的籌碼放在有上帝那邊 你最後不是完全證明 不過你看 買大還是買小 有上帝還是沒有上帝 有的機會大到不得了 沒有的機會很小 我當然是把籌碼放在大那邊 我把籌碼放在上帝那邊 他在本書的序裡 他就開始研究完 差不多一刻就去教會 在那邊教會發覺 咦 很多同事都在那邊 有那班科學家 咦 這裡碰到你了 因為大家回到那些大學 不敢說自己認為有上帝 因為一說有上帝被人罵死 誰知道 每個研究都差不多 都偷偷地去教會 這就是Paul David 的書所說的 於是這個就涉及了一個大的奧帝 看來又好像有上帝 科學家再深一步研究 發覺很奇怪 宇宙是精密校準的 叫做 Fine Tuning 1992年 很重要的 1992年 Paul David 寫了他的本書 而那年剛剛有一個叫 Josh Wood 也是大科學家 他根據美國當時的 Larser 即太空總署的COVID 計劃 在人造衛星研究 宇宙起源的cosmic background radiation 就發現和他預測一樣 如果宇宙真的有開始 就應該有些皺紋給他找到 結果電腦顯示出來 宇宙開始的cosmic background radiation 是有各種 好像一個波紋一樣 即是證明宇宙真的有一個開始 科學家觀察到 於是他就說了一句說話 在記者招待會 當時這是人類歷史最重大的發言 證明宇宙有起源 他說It's like looking at God 他說我好像看到上帝 立即成為《紐約時報》頭條新聞 他跟著拿了諾貝爾獎 他的樣子是很乖乖的 因為他一天都在想科學問題 他接受訪問 他就說 我好像看到上帝的雙標 有些人問他 為甚麼你看到上帝 我看到上帝的雙標 雙標是甚麼 你買一件衣服 Made in China 那就雙標 大部份衣服Made in China MicrophoneMade in Japan 我記得有一次 去到中東遇到一個巴勒斯坦人 他說 Hey are you Japanese? 你不是日本人 我最怕不當我是日本人 Hello no no I'm Chinese Oh Chinese You know 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Everything made in China China is go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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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rican 他們很生氣美國 中國快點興起 Made in China Everything is me in China Everything is me in China 是呀 那三個是中國做的 那些星是誰做的 How about the cosmos? 宇宙呢 然後Jaws Mood就說 上帝留下一個雙標 讓我們科學教觀察到 上帝的手指紋 他在Wingles in Time 這本書裡面 就說他這個發現 宇宙開始有他的DNA 即是有個密碼 是一開始已經安排好 而是有密碼 是有他的規則 不會亂撞 因為如果大爆炸 亂爆 如果把炸彈放在垃圾桶 爆出來 會變成針補客機 那現在有個科學家就舉這個例子 他就說 現在好像宇宙的奇妙 扔一個炸彈 一個垃圾桶 爆了一部珍寶客機出來 沒有理由 一爆開 全部散開 然後重新組織 變成客機 或者變成電視車 行不行 宇宙就好像有了一個巧妙的安排 今天天文學會 王家天文學會科學家 David Wilkinson說 宇宙開始的時候 射線很平滑 溫度2.7K 絕對零度之上2.7度 他說全宇宙一樣 宇宙整齊滑一 由於這樣開始 才能夠生命存在 而且計一下宇宙的速率 剛剛好 如果膨脹率大一點 或者它小一點 即膨脹率和引力的比率 稍為有些不同 一是膨脹太快 一是膨脹太慢 都不可能讓生命存在 剛剛好 碳分子便可以出現 生命存在的條件 就是在這裏 那麼它的機會率是 10的負60次方 即是10的60 10才有60個零 分之一的機會 Paul David說 那個機會率 準確到好像 宇宙這邊寫之戰 到宇宙另一邊 剛剛寫中 那個機會率很小 但是就是這麼奇妙 這些都計好了 美國總統委員會主席 這個以前的 叫Dean Overman 他是一個律師 他就花多時間研究 這個宇宙奇妙的問題 他就提出了 Precision of value 即是宇宙有一種 很基本的軸 在這裏 那個常軸 是生命存在的條件 這些軸 會少少少不同 我們今天都不能夠存在 於是他提出 11個這些值 你明白就明白 不明白也算 探分子的特殊頻度 大爆炸的擴張力 和引力的比率 核子強力的常值 引力和電磁力的平衡 第五 電子與質子數目的平衡 第六 電磁力的常值 第七 以另外 第定力及引力的下坡效應 第八 核子弱力的常值 第九 空間維度的常值 DNA所需的粒子質量 第十一 數學與物理學定律的配合 如果你讀科學 你不讀科學 你就看看它算 不過這些 如果11點去考試 你的技術也挺特別 宇宙很奇怪 那些常數 那個常值 即數計得很準確 如果稍有差 我們今天就不可能存在 宇宙很奇妙 要第一秒鐘計準了 我們今天存在的所有規則 以至於產生到 好像人類似的生物 你問我從哪裡來 於是計得很準確 所以一切叫做 Fine Tuning 植物較準 看來 似乎有安排多於沒有 還有 生物體這麼複雜 生物體有information content 就是訊息的內容 就是DNA和RNA 那些生物體 DNA算得很準確 是密碼來的 最關鍵就是 物質不會組成密碼 每個細胞都是物質 細胞裏面有DNA 但是物質不會構成密碼 因為密碼是一種數學 物質不會自動變成數學 是由數學安排物質 所以由這個奇特的數學 就是好像我們說ABCDFG 不等於我們說英文 ABCDFG 這些字母 如果不構成文字 它是沒有意義的 但是英文就是這些字母構成 那麼英文是有一種語言 意義是在它的語言 不在它的字母 所以我們拆開細胞 可能是一堆物質 但是它有那些安排的信息 那些DNA Information content 是物質自己不會撞出來的 一個單細胞生物 信息內容有多少呢 10的12次方的數碼 12個0 按特殊安排組合 它組合的複雜性 可以寫一億頁書的內容 即是一個細胞 一億頁書很複雜 一億頁書 你試想一下 你一生有沒有看過一億頁書 看幾百頁書都很厲害 如果不看書的人 看書 看幾千萬也很厲害 看一億頁書 它叫這麼複雜 生命才能夠自我複製 因為生命是自我複製 你可以生兒子 如果不生兒子 死了就沒有了 剛好撞出生命 生不了兒子 不能複製 即是沒有了 但是生命能夠複製 哈佛大學的信息生物學家 叫George Simpson 他就說 這個是令人驚異的複雜 Incredibly complex 就是複雜到無法計 一顆細胞都複雜到飛起 有一個名叫E.Embrose 明敦大學的細胞生物學家 他就研究那種單細胞 叫E.coli 這些現在拍出來就是E.coli 這個E.coli 它的DNA 有三百至四百對base pairs 亦是底基對 你明白是什麼 就明白不明白 就無所謂 總之很複雜的意思 你明白 他這些底基對 是有意義的連結 他安排的方式 考核出現的機會率 是十的 負二百萬次方 什麼叫二百萬次方 即是十之後有二百萬個零 你試試寫一本書 有二百萬字 起碼都誤冊 起碼四冊字 五冊書 四十萬字一本書 最近我出書都是這樣 已經很厚了 四五十萬字一本書 四十萬本書 用五冊 才是二百萬字 即我出兩句刷書 都未夠二百萬字 寫了一百萬字 那已經很威風了 一身人寫一百萬字 出口的東西 即出口的東西 表示有料 出一些薄的東西 就沒什麼料 那兩本巨著就是出眼 那這些呢 十之後二百萬個零分之一的機會 這個這麼小的單細胞細菌 才能夠憑空 可以撞到出來 所以它巧合的機會等於零 而膽白質偶然撞出來的機會 多大 這些膽白質都是很複雜的東西 有膽白質才有生命 生命就是那些膽白質 再加DNA 基本求成 有個科學家計算過 那個叫Raw 他就說 要撞出來的機會是 十的二百三十四次方 這麼多億年 現在宇宙幾多 是一百五十億年 差很遠 十的二百三十 十之後二百三十四個零 這麼多億年 才有一次機會 撞出了膽白質 所以根本是無可能 是憑空出現的 所以到今天很多發現之後 無神論者就開始改變了 因為無神論和有神論的分別在哪裡呢 有神論是相信有上帝創造天地 所以它假設有三樣東西 第一 宇宙有起源的 第二 宇宙是沒有變成有的 第三 宇宙起源的撒冷 安排好一切理性規律 令萬有眾生和人 都能夠存在 三個基本假設 當時宇宙沒有起源的時期 十九世紀 對有神論是最大的衝擊 無神論是最有利的時期 而無神論就是預設 宇宙是自由榮有的 永遠永恆起來 無恥無蹤 但從今日科學發現 有神論是三個假設 都被證實 而無神論 反而它假設的 是被推翻的 所以 我們相信有上帝存在 是符合科學和理性的 無神論 如果你信無神論 要解得通 就相當難了 照剛才的眾眾資料來看 所以我說 我不能夠說 剛才的資料證明有神 但我會說 如果我信有神 讀完這些資料 我會知道 我信有神 有科學根據的 不是無理亂信的 著名的科學家 叫Fred Hoyle 當時傳遍反對大爆炸力量 就是他提出這個名字 Bic Bang 3來笑對方 他堅持無神論 所以應該沒有起源 結果 到後期 他研究碳分子 如何能夠生成 在宇宙開始時 種種的條件 他終於說 自己的無神論被動搖 他計算過生命偶然 產生的機會率是 10-4萬次方 如果這樣計算 他發覺 他說 在最簡單的生命系統裡 我們均強調 它龐大的信息內容 我們認為 信息不能有 一個所謂的自然過程 所能夠衍生 這就是 自然能夠產生這一切 因此他承認 宇宙中有一個 超級智慧 Super intellect的存在 即是承認 一個類似神的創造者的存在 另外一個 Anthony Flew 我年輕時 經常讀這個 無神論的大哲學家 他很喜歡無神論的存在主義 等等 他是遲常和有神論的哲學家 來辯論 他幾十年都是著名的 無神論的大哲學家 晚年終於他寫了一本書 他宣佈 因為生命信息的事實 是宣佈放棄無神論 耶魯大學科學教授 也在1992年當時很重要 正名於最新資料找到的時期 這個叫Henny Magina 他寫一本書訪問 七十個著名科學家 那本書叫Cosmos Biofields 訪問七十個著名科學家 包括二十四個諾貝爾獎得主 問他有沒有上帝存在 結果全部都承認是有上帝的存在 所謂相信上帝存在 而這個信念作為世界觀 當然是我們相信上帝存在 是我們世界觀的基本信念 既符合中國文化 我們說儒家的思想 又符合當代科學和理性 所以這是一個完整的宇宙人生的信念 是我們探索存在極深奧秘的開始 所以信有神是合理性和科學 又合中國文化的 這就是今天的結論 可能大家有個問題 聖經說六日造天地 怎麼解釋呢 這是另一個問題 有兩派都是福音派的科學家解釋 一派就認為六日造天地 是指六段時間 那就解釋了 即是宇宙長時間 是對的 有個科學家還說 聖經一說 宇宙開始的時候 地是空虛混沌淤冰冰的黑暗 就是如初大爆炸的時候 黑洞狀態 那個黑洞狀態 空虛混沌淤冰的黑暗 光子都吸了黑洞 但什麼樣的開始 科學沒有解釋 但聖經有 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 於是神說有光不走光 就開始了 有本書就叫 上帝 Genesis and the Big Bang 就討論這件事 以後就是六段時間 六段有個計 六日其實就是六段時間 因為宇宙在開始的時候 是很快速 所以如果你的計時間的座標 在宇宙起點計算 很快速的時候 相對的時間會縮短 差不多等於零 所以到24小時 頭24小時 在宇宙起點那裡計算 用地球看已經過了80億年 其實在宇宙計算 二十四小時 第一天 第二天四十億年 第三天二十億年 第四天十億年 第五天五億年 一直計算 剛剛跟現在宇宙年齡差不多 一百五十億年 一百五十億七千五百萬年 時間都很準確 六日是用第二個座標計 宇宙的確是六日 這是一個說法 這是一本書 《The Science of God》 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Scientific creationism》 他認為宇宙真是六日 做 他說現在所有計時間 都坐了特別地球 那個時間 幾十萬年 幾十億年 其實 因為放射性元素 有一個轉變時期 科學家計算一下 那個轉變時期 哇 地球很久了 其實不是 因為經過大洪水 影響了地球的放射性元素 轉變快了 就好像我舉個例 這些很複雜的事 我舉個例 就是你倒一杯可樂 裡面有氣 那些氣一路走出來 那你計算那些氣出來 是當它一天就走了 於是你計算一杯可樂 看看它有多少氣 它沒有氣 即是表示它過了一天 你可以這樣計算的時間 誰知道你一開過可樂 就倒進鍋裡煮 做檸檬可樂 即是做薑可樂 即是雙風 一煮就沒有氣 把可樂倒出來 就沒有氣 那你一計算 裡面的武器 應該過了一天 其實它過了幾秒鐘 所以那個說話 其實地球的年齡 是沒有幾百億 百幾億年 幾十億年 其實是一萬年了 這是另一個計法 它用大洪水來解釋 那宇宙是大派上開始 還是不是 它解釋很有趣 它的宇宙呢 一創造的時候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樣 膨脹近一半 就無需有個大爆炸開始 那就是 scientific creationism的觀點 還有一種可以折衷的 就是宇宙有大爆炸開始 不過上帝用六日特別創造地球 這是另一種觀念 種種都解得通 聖經的六日 總之聖經的六日 無論為什麼 都可以符合科學 我們就解通了這個問題 所以最後我們今天就討論到這裏 這裏 一本請問 是 是 是